乌鸦被红星社赶出香港 一人来到菲律宾发展 凭借好勇斗狠 在当地江湖闯出名堂 当地的黑大老龙爷 将其设为心腹小弟 一天 乌鸦和小弟走在街上 看到小孩起套 听闻对方是孤儿 他拿钱试试 小孩谢过乌鸦 来到街边 告诉奶奶这一好消息 不想一股惑仔突然出现 将钱抢走 老人上街 哭着求对方将钱还给自己 股惑仔发火 将其打倒 这银骨 被车上的乌鸦看见 他愤然吓着 将蛊惑仔一顿暴躁 乌鸦之所以这么生气 只因他也是孤儿出生 十分了解小孩被吹的命运 做完好事 他来参加老大农爷的派对 途中 乌鸦遇到一老熟人 也是自己在香港的仇人 后者叫马军 乌鸦与红星社的浩兰斗欧 结果被设为警察的马军逮捕 入狱期间 乌鸦得知养母病重 他向马军请求假释 去看老人最后一眼 结果遭到拒绝 出狱后 乌鸦得知养母 因没人送账 导致恒失街头 他将一切 怪在了马军头上 一天晚上 乌鸦潜入马军家里 将其老婆挟持 作为惩罚 他让对方 眼睁睁看着自己杀死女人 马军侥幸躲过乌鸦的子弹 妻子的死 让他怒火中烧 每天洗澡 都会拿一堆冰块 压在自己身上 因此消除怒火 而乌鸦英语红兮的斗争 被赶到了菲律宾 这件事 一直挂在马军身上 成了他挥之不去的英语 前几天 香港警局接到一任务 要求派人到菲律宾 接以污点证人回港 而证人指挣的 便是农业的犯罪集团 此次前任到了乌鸦等香港犯罪人士 为替妻子报仇 马军让长官将任务派给他 得到允许 他一人来到菲律宾 在当地警员华哥的安排下 他见到了污点证人 马军想在骑口中 得知乌鸦下落 证人表示 自己要先安全回到香港 才肯说出 马军听后只好照做 证人担心农业会派出杀手 菲律宾警员表示不用怕 几位警员晕倒 货车上吓了一批人 将证人带着 马军和华哥在后主追 一发火 两人连手将匪徒干掉 证人只受了一点轻伤 大家以为安全自己 一颗子弹爆出 结果了证人性命 竟是暗中的狙击手所为 杀手跑远 马军这次可谓前功尽弃 在火拼中 他与华哥结交 后者父亲 曾被乌鸦老大农业所害 算起来 他们的仇敌 都来自同一黑帮 所以决定合作 打击农业社团 有了华哥的帮忙 马军很快锁定乌鸦下落 这也就出现了开头一幕 在宴会上 乌鸦和马军相会 两人谈话 虽是面带笑容 但内心怒火 死者早已迸发 如果不是身处宴会 恐怕早已刀枪相见 最先出击的 自然是混了多年江湖的乌鸦 他紧急线下手围墙的道理 调查出马军出访 立马派出杀手袭击 然而马军做了十几年警察 防备能力自然也是顶级 杀手给现弹枪 装子弹的声音 隔着门传到马军额里 等杀手扣动扳机 一枪轰开大门之时 马军早已不见 陆阁的能力 十个杀手 恐怕也不是马军对手 不出数秒 一套连招 马军将杀手制服 随即夺过小刀 一刀刺入心脏 干净离裸 解除了危机 而乌鸦这边 小小马军 显然还不能给他构成威胁 一次暗杀不成 他也没放在心上 因为目前最大敌人 是面前这位 也就是他的老大 龙爷 乌鸦的野心 其会久居人下 他内心早已背叛龙爷 经常私下偷窃帮会利益 并养了一大批古惑仔 为的就是日后造反 龙爷是个老江湖 心中已经猜到大概 为避免打草精神 他表面仍与乌鸦和平共处 为的就是让其放下戒备 乌鸦几次明目张胆 挑衅龙爷 都没能激起对方怒火 他以为龙爷老了 没了昔日雄风 便开始更加肆无忌惮 一次帮来交易毒品 乌鸦背着龙爷 自己带小弟出面 结果在交易途中 意外发生 原来他早已被马军和华哥盯上 头人相见 愤慰眼红 马军不顾华哥劝阻 冲动了他 直接开枪 想要将乌鸦抱头 然而子弹却岔字毫里 乌鸦等人反应过来 谨慎的他 坐上了快醒 顺利逃脱 事后 当地警长将华哥一顿教训 他不懂手下 为何要在没有正军的情况下 和这个香港警员买干 华哥知道这句做事冲动 只能低头认错 但他没有怪罪马军 意外在短时间接触中 性格相投的两人 已经成为好友 走出警局 华哥和弟弟带马军散步 上讨如何对付黑帮 华哥弟弟贪玩 来到篮球场 与一男子逗留 陌生男子 将其推倒 并将篮球 扔下马军和华哥 原来陌生人 既是一杀手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又是乌鸦所为 弟弟去世 华哥对农业黑帮仇恨加深 他是要将其神志以法 而乌鸦这边 还没等到马军两人反击 自己则先遇到内部麻烦 原来是农野 准备对他下手 上次乌鸦背着他和人交易毒品 农野已经察觉 这位心腹小弟 已经不受控制 他暗中派出杀手 准备行动 此时的乌鸦 正在饭店喝茶 农野的刺客 突然出现 乌鸦被杀了个措手固局 只好一边提枪反击 一边使出 自己多年为施展的绝招 乌鸦冒着屁股开花的危险 跳入车内 躲过一劫 事后 他来到农野办公室 此时的老人 还在和吕秘书打架 看到乌鸦出现 他知道行动失败 抽起心中的震惊 老人和乌鸦聊起家常 乌鸦一改嚣张细致模样 向老大认错 虽然对方大人不见小人过 饶过自己 农野见小弟不软 也不赶尽杀绝 他让乌鸦 没事就多打打高尔夫 不要一天只会打打杀杀 乌鸦地头赞同龙野的话 乌鸦杀龙野之际 马军悄悄潜入公司 结果被乌鸦手下抓获 仇人再次相见 乌鸦坦白 自己为何要干掉马军妻子 这因对方不当自己假释 导致杨母哼尸街头 马军听后不为所动 在他的眼里 罪犯就是罪犯 他当时没有任何理由 让乌鸦假释 发布投居半句多 乌鸦本想直接干掉马军 但想起龙野的尸体 他心生遗迹 随后报警 趁马军杀了自己老板龙野 当地警长 本就因上次的事 记恨这个香港警员 不停对方喊怨 警长将马军逮捕 上了警车 马军知道 骗着报仇 自忘不了警方 他拉动手杀 导致翻车 然后逃离现场 事后 马军连续上华哥 两人决定私下行动 此次的乌鸦 还不知大烂临头 和吕密书打完架 完了火高尔夫 他准备下班回家 来到行车场 乌鸦遇到华哥 后者开车直接撞向他 后再乌鸦伸手够好 前线躲过 不想另一边 马军又杀了出来 乌鸦陷入绝境 他的心腹大壮 开车及时赶到 乌鸦果断上车 再次跑路 途中 大壮让乌鸦开车先走 他留下断后 马军被大壮拖住 后者开枪乱送 一路人倒地 大壮二人先告状 趁势马军开枪 路人见识眼下 惊醒了这等鬼话 随后围攻马军 马军没有办法 只好阴着头皮 冲出人群 随后他来到天桥下 此时大壮提到 早已恭候多时 马军抽出皮带 欲知相搏 大刀被皮带挑落 马军趁机一个走机 占得了优势 然后掀开大壮衣服 将其罩住 最后加上一顿咬唇 提示拳下去 马军以为大壮已经蛤屁 稍一放松 却被打不死的大壮偷袭 双手被架出 马军被逼入一堆玻璃扎面舔 眼看喉咙 就要被捅穿 这使得他 想起老婆死状 路气直瞬间飙升 冒着双手被折断的威胁 马军往后侧步 双腿夹起一玻璃碎片 对大壮形成反杀 而乌鸦这边 因车技太烂 被华哥抓获 见马军过来 华哥与其眼神示意 仇人见面 没有什么笔单挑 更适合解决恩怨 一位是最强警官 一位是最强蛊惑仔 两人在雨水中 开始晋升热火 路火掩盖了冷静 杀意取代了理智 双方动手 没有任何张法 就是硬钢 拳对拳 脚对脚 不但任何傻逼 拿身体硬扛 一番熬战下来 还是马军更胜一层 见乌鸦倒闭 他实行不快 想要结果仇人 不想菲律宾警方赶到 制止了他 最后的复仇机会 马军怎能错过 他抢过警察配枪 自责乌鸦 这时华哥叫住了他 身为警员 华哥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 让乌鸦接受法律惩罚 如果现在杀了他 马军也会跟着入狱 马军身为香港警察 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 而乌鸦则在一旁 极力挑衅 路火与理智 在马军脑海中碰撞 最终 他还是选择丢下手枪 转头离去 身后乌鸦见状 赶紧拾起手枪 入狱对他来说 跟死人没啥区别 但不如拉着仇人 一块去死 结果扣动扳机 他才发现 朱丹早已被马军卸掉 八个剑乌鸦做出死组 立马开枪 将其击毙 三个剑乌鸦